当阿莎,葛雷乔一找到叔叔施发伊伦,葛雷乔一时,他正在海边掩人。 受烟的少年信仰不够坚定,在水中拼命挣扎着,但却被施发伊伦死死按住头。 勇敢起来,伊伦大喊道,我们来自大海,终将回归大海。 张开嘴巴,唱饮神灵的祝福,让海水充斥你的肺,试者不死,必将再起。 然而受烟的少年依然在挣扎,这是求生的本能。 阿莎上前帮忙。 终于,少年不再挣扎,嘴里也没有气泡再冒出。 施发伊伦这才和侄女阿莎一起将少年的尸体拖回沙滩,然后一边开始祷告。 一边跨坐在少年身上,用力挤压其胸膛,并不时俯身送上生命之吻。 一吻又一吻,直到少年重新开始呼吸、咳嗽、呕吐。 又一个重生之人,这是燕神宠爱的名证。 伊伦大声宣称,他将灰蓝绿三色粗袍披在受烟的少年身上,并递过去一根浮沫棍,道。 从今往后,你属于大海,属于燕神,他将保护你批拨斩浪,无谓前行。 少年眼中还残留着恐惧,但更多的是狂热和虔诚,他高举其扶木棍,喊道。 适者不死。 仪式至此结束,时发一轮送走少年,转头看向侄女,问道。 你是来受烟的吗? 阿沙连忙摇头,我早已受过烟了。 受烟从来没有次数限制,每一次死亡都是一次回归烟神怀抱的机会, 而当你从她的流水宫殿归来,便会更加强大,更加虔诚。 依伦眼中闪烁着热切的光芒,怎么样? 要不要再来一次? 我主持的受烟仪式从未失败过。 确实,烟神的其他牧师都会失守,但时发一轮不会。 然而,阿沙依然不愿冒险,每次她回忆起自己受烟时的情景,都会感到彻骨的恐惧。 无论多虔诚的烟神信徒,也很难有勇气再来一次。 所以,三烟人,塔勒才会成为一个传奇。 阿沙转移了话题,我是来告诉你,父亲召集大家到灰海王大厅集合。 伊伦皱了皱眉,似乎明白了什么。 十年前,他的大哥巴龙,葛雷乔伊就是在灰海王大厅接受加冕,成为铁群岛之王。 但可惜,铁王座很快发兵来弓,彻底镇压了巴龙大王的野心,杀死了他的两个儿子,最后一个儿子还被史塔克家族带走作了质子。 又要再来一次吗? 伊伦的语气中有着难以掩饰的疑虑。 放心吧,叔叔,这次铁王座可顾不上我们。 阿沙笑着安慰道,青绿之地已经有两个王了。 他们自己会先打起来。 但等他们奋出胜负,就会来镇压我们了。 就像当年的劳伯,拜拉西恩一样。 或许等那时候,我们已经抢来了足够多的金钱和粮食,占据了足够多的城堡。 走吧,叔叔,有什么话? 你直接跟我父亲说吧。 我还要去通知其他人,再见。 说完就赶紧跑了,生怕叔叔非要再淹他一次。 伊伦有些失落地叹息一声,独自上了长船。 等他抵达老威克岛时,就见海滩上已经一字排开了无数艘长船,绵延至目力极限。 巴龙,葛雷乔一的红洋巨怪号战舰傲然耸立在其中,仿佛一个王者。 停在他旁边的是铁舰队司令的旗舰,无敌铁种号。 伊伦在这艘战舰旁看到了自己的兄弟,维克塔利昂,葛雷乔一。 维克塔利昂在这一带葛雷乔一中排行老三,长得高大威猛,此时头顶着海怪铁盔,穿着厚重的铠甲,手持一柄巨斧,仿佛随时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哥哥,伊伦上前打招呼,逝者不死。 必将再起,骑士更烈。 维克塔利昂摘下头盔,担心跪在沙滩上。 伊伦从怀中取出水袋,将盐水浇灌在维克塔利昂头上。 两人祈祷完毕后,并肩向岸上走去。 地势逐渐升高,越来越陡峭。 山上,四十四根巨石肋骨从地底冒出来,仿佛巨大的白色树干。 看到他们,两兄弟不禁心跳加速。 这些是传说中那家的遗骨。 那家是世上第一条海龙,是大海中诞生的最可怕的生物。 它以海怪海兽为食,愤怒时甚至会吞下整座岛屿。 直到灰海王亲手杀了它,燕神将它的骨头变成化石, 好让后世铁民们永远铭记灰海王的功绩。 那家的肋骨成了灰海王大厅的房梁和柱子,嘴巴成了灰海王的王座。 九级宽阔的阶梯通向石山顶端,而他们的兄长, 格雷乔伊家族的当代族长,勇者巴龙就屹立在那里,身旁,是灰海王的王座,海石之位。 伊伦和维克塔利昂上前向兄长行礼,逝者不死。 必将再起,歧视更烈。 巴龙点头回礼。 哥哥,你已经决定了吗? 伊伦的语气中带着忧虑。 是时候了,哥哥,让我们夺回失去的所有。 维克塔利昂永远是兄长的狂热支持者。 是的,时机到了。 巴龙目光坚定,说出了葛雷乔伊家族的族语, 强取胜于苦羹,We do not so。 铁民们怎么可能像青绿之地的绵羊们那样种田打鱼, 我们身体里流淌着杀戮的血液, 我们是天生的劫掠者, 我们将重新追寻荣耀的古道, 将恐惧与毁灭带给维斯特洛大陆。 维克塔利昂被哥哥的话刺激地发出嗷嗷怪叫。 伊伦却冷静地问道, 那我们劫掠的目标是哪里? 青绿之地现在有两个王, 我们最好不要两个都得罪。 北境,巴龙道, 看起来早有计划。 北境,伊伦文言再次皱起了眉头, 哥哥,可是席恩还在史塔克家族做质子。 巴龙冷冷回应, 伊伦,如果有人捏住你的膏丸, 逼迫你下跪,你会怎么做? 伊伦明白过来, 我会任由高丸被捏碎, 也要挥刀砍下他的脑袋。 正该如此, 巴龙语气冰冷, 爱德·史塔克以为以此为要挟, 就能让我们成为他的奴隶, 但我宁愿失去所有的儿子, 也要砍下他的脑袋。 砍下北境人的脑袋, 维克塔利昂高举着战斧叫道。 巴龙略一点头, 对弟弟道, 是时候了, 发出召唤吧。 伊伦走下山丘, 开始敲打浮沫棍。 越来越多的铁鸣加入进来, 敲打声开始变得整齐滑衣, 射人心魄。 咚咚咚咚咚咚咚。 维克塔利昂在山顶吹响号角, 铁迷们纷纷离开长船, 离开海滩, 离开篝火, 向挥海王大厅聚集。 其中有船长, 舵手, 讲手, 造船师, 也有提斧头的战士和拿鱼网的渔夫, 还有服侍在旁的奴工和盐妾, 以及被青绿之地同化了的骑士, 歌手, 学士, 人群汹涌而至, 仿佛归巢的乙群, 仿佛成百上千的乌鸦 循着鲜血的味道而来, 即将在一个名为 维斯特洛的尸体上展开饕餐盛宴。 密密麻麻, 遮天蔽日。 狮发一轮张开双手, 让敲击和号角平歇下来。 所有人都不再说话, 天地间, 唯有海浪的咆哮声。 我们来自大海, 终将归于大海。 伊伦的声音在那家的遗骸间回荡, 伟大的燕神已经发出召唤。 而我的兄长响应了召唤。 他是勇者巴龙, 他是受神祝福的巴龙, 他是为恢复古道奉献一切的巴龙。 欢呼吧, 用你们的欢呼迎接新的铁群岛之王的诞生。 巴龙、巴龙、巴龙。 人群发出热烈的欢呼, 与浪涛声相互应和, 响彻岛屿上空。 巴龙, 葛雷乔一身踢秀着金色海怪文章的披风, 来到海石之位前, 接受弟弟伊伦将浮沐王关带在自己头上。 十年前, 我们曾试图恢复古道, 但铁王座杀死了我们的野心, 逼迫我们像奴隶一样劳作。 巴龙的声音压住了山下的呼喊声, 但我们对古道的追寻之心永远不会停息。 今日我们再次崛起, 必将亲手夺回失去的一切。 试者不死, 必将再起, 骑士更烈。 试者不死, 试者不死, 试者不死。 铁民的欢呼声犹如雷霆, 震撼那家山丘。 狂热的气流席卷而上, 仿佛风暴之神的威力驱散天空的乌云。 巴龙, 葛雷乔一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中, 终于再一次坐上了海石之位。 这一刻, 大海仿佛感受到了新王的诞生, 汹涌的海潮由此生发, 向东席卷而去。 他们将带着铁群岛被压制了十年的愤怒和残暴, 扫荡青绿之地, 摧毁七神圣堂, 拔掉流淌鲜血的白树, 淹没坚固的城堡, 带去死亡与毁灭。